第38体383944体主 物质有固、液、气、三态 所以溶液依据溶剂的状态 也可以分成固态溶液、液态溶液及气态溶液 且溶质可能为固体、液体或气体 如下表 其中固态溶液若由不同金属混合而成 又称合金 常见的合金有18K金、钢、黄铜和青铜等等 而最常见的溶液是液态溶液 所以一般称为溶液、细脂、液态溶液 物质的废点或溶点等物理性质 会因为添加其他物质而改变 故溶液的废点和溶点与纯溶剂不同 而溶液在溶液中的含量 则以浓度表示 重量百分浓度及体积百分浓度 皆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浓度表示法 请依上文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第38题是问我 下列哪一项属纯物质 那我们在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到 我们的所谓的米酒、汽水 还有18K金都是所谓的溶液 因此它们都是混合物 不是纯物质 所以只有我们的选项C8 是纯物质 事实上8是一种元素 第38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项属于纯物质 我们答案选择是C8 逢柑 我们的优积方 转积方